节目节目节目宝贝 节目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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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朋友 欢迎来到状体543的直播平台 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 谈天收益第171单元 第1版其实它一单元的我们的主题是象征一经事德的元亨利争 我们在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第一段形容前挂事德的元亨利争 也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段前挂元亨利争究竟说了些什么 接着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第三段 一经为什么说元亨利争无所不在 所以我们第三段的小标题就叫一经无所不在的元亨利争 一经无所不在元亨利争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我们在一经有八八六四卦 在这六四卦当中有五十三个卦都跟元亨利争有关 而且至少有元亨利争四个字当中的一个字 或者是两个字或者是三个字或者是四个字 在这元亨利争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它代表春夏秋冬 它代表了仁义礼制 它代表了这个全路即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元亨利争 它代表意义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图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意义 在第一段当中我们提到元亨利争 这个前挂四德当中 要能够得到善终 就能够必须要从保持初心 来一个易经当中处善的这种循环的顺序 这个循环的顺序 它就是元亨利争 它是循环往后 不断向前 不断向上发展 刚开始的时候 是小小的元亨利争 然后呢通过真的考验之后 又下一个循环的元亨利争 慢慢的元就越做越大 做越大之后 亨利争也就做得更大 也就一圈比一圈重大 那整个人生 整个事业 就能够宏图大展 你在这一年当中能够延横利争 在这一辈子当中都能够延横利争 甚至的下一辈子 甚至后代都能够延横利争 所以这延横利争 所要代表的这样一个意义 所以延横利争 基本上来讲 这四个字都跟善有关 元它居在地位 我们知道意经非常特别 它对字的排序 它都有非常讲究 所以它挂序 有挂序的排列方式 这个文字有文字的排列方式 元亨利争 它排第一个字就元 代表什么呢 代表元是亨利争之首 所以它是善之掌 然后亨者通也 所以亨而无不尽美 所以叫做家之会 利者已也 利亚无 利亚无有关意 所以说亦之和 亨者正而不严 所以说处事故所已争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四肢干也 所以前挂的元亨利争 也就是人的 也就是就人而言 就是所谓的人力以致 人力以致 就这个记起来讲 就所谓的春夏秋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前挂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以后到疫经之后 到了战国时代 这个利慢慢被限缩 所以人力不见 所以我们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 这个王和V.A.利 这个孟子梁慧王篇的这一段文章 这段文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 原者善之长 亨者家之慧 利者益之和 真者士之干 君子体人 足以长人 家慧 足以合理 利物 足以合意 真故 足以干事 君子行此事的 故约 原亨利争 所以原亨利争 它不仅是代表处事的德性 也代表处事的过程 正代表处事最后的结果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只去查 整本的意见 会发现 原亨利争这四个字呢 在整本意见当中 几乎是常常出现在意见六四卦当中 只有十一个卦 没有写到原亨利争当中任何个字 其他五十三卦 不是写了一个字 就是写了两个字 要不然就写了三个字 那还有很多卦 写了四个字 原亨利争都出现 所以有人跟他统计 在六四卦当中 具备有此四卦当中的一个字 两个字 三个字 或四个字 不管他出现在卦词 或出现在瑶词 他总共有188次 所以原亨利争 总共在意见当中出现了188次 如果在仔细的分析 会发现在这五十三卦当中出现原亨利争 他可归类为八大类 第一种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原亨利争 没有任何条件的原亨利争 其实在意见当中只有前卦 而且非常干净利多 他既没有多一个字 也没有少一个字 他就说前原亨利争 就这么几个字而已 所以呢 这原亨利争就写在这个前卦的卦词当中 前原亨利争 前原亨利争 原亨利争因为细在卦词之下 所以一般来讲 这就是所谓的细词 所以这个卦词也叫做炭 炭也应该是截断的意思 这个炭 炭词 所以孔子解释卦词的文字 我们叫做炭转 炭也应该是断的意思 断的意思 断就是判断 概括的意思 也就是说了 前卦 如果反正现在的意思 前卦 一言以蔽之 原亨利争而已 所以前卦 一言以蔽之 就原亨利争而已 也就是说原亨利争 没有特别的意思 它具有没有多一个字 也没有少一个字 它就是原亨利争 所以这是用比较抽象的概念 而这个比较抽象概念 这代表代表天 所以前卦 这原亨利争 前卦又是 前卦又代表天 所以原亨利争 就代表天的 取向于天 但是它取向于天 却不是取向的形体 而是取天的含力 也就是说 用一个字 概括 就所谓的见 所谓天行见 所以前卦 也就要见卦 我们之前 陈陈跟大家分享过 所以前卦 也要见卦 为什么呢 见是天底运作 天底运作是非常有规理 不管是瓜风下雨 不管天气当中是不是有流星 不管星体如何 这个天行见永远不停息 任何力量都没办法阻止它 任何力量都没有办法改变它 所以前卦就用四个字来形容这个见字 形容这个天字 这四个字就是原亨利争 所以这是第一种状况 没有任何附带条件的原亨利争 只有一个卦叫前卦 第二种情形呢 也是原亨利争 但是是带有条件的原亨利争 这个总共有六支卦 包括坤卦 包括屯卦 包括林卦 包括随卦 包括吴旺卦 包括阁卦 这六卦 我们看这个坤卦 坤卦是从地为坤 坤卦 它是原亨利聘马之争 我们又看一下水雷屯卦 地心的第三卦 水雷腾卦 它说原亨利争 勿用有优往利见侯 所以它后面还有一些文字 因为例如说地则凌卦 它有些原亨利争 但是后面又下了一段话 它说至于八月有凶 至于八月有凶 也就是说它就是富有条件 那另外我们看这个水卦 哲雷水卦 哲雷水卦 它说原亨利争 无旧 无旧无旺 缘亨利争 其肥正有告 不利有忧往 所以它文字 后面又多了一段文字 一个例如说折火格卦 这个格卦 折火格卦是折火格卦 它的卦是这样讲 这个四日乃府 缘亨利争 毁亡 它也起了一个日子 也就是这个日子 四日乃府 也就是直丑银卯成事 属于事的这个日子 哪一日子 这座的样子 原亨利争 毁亡 有人相信了这个卦 是在讲五王华咒 在讲五王华咒 至于说这个卦 今天怎么解释 等到以后 我们再谈折火格卦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它说 四日乃府 缘亨利争 毁亡 讲的就是五王华咒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这个前卦 或者是今天 或者是这一段所讲的 其他富有条件的缘亨利争 包括坤卦 包括灵卦 包括屯卦 包括随无妄格 这六个卦 它通常对 它通常对这个延亨利争 都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味道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随卦呢 比较特别 随卦它说延亨利争乃得无救 也就是除了这个随卦之外呢 延亨利争 富有条件延亨利争 基本上都有它积极性 只有随卦例外 结卦也就是说 什么都不干 才会无救 所以 它说延亨利争乃得无救 随的 因为随的是顺义的意思 顺着你 随卦 随卦是顺者意识 它折雷随卦 也就是说顺其义的意思 顺着义去做 就可以得到 没有过错 所以它延亨利争无救 所以这个随卦的延亨利争 比较没有那么积极性 那其他卦呢 颜亨利争基本上都有非常多的积极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例如说折火格卦 它说四日乃辅颜亨利争毁亡 所以这个卦呢 一般通常是认为武王华咒的卦 武王华咒卦 是指的是四日 也就是四日这一天 有人认为这一天是代表准备出兵进攻华咒的一天 这一天是处于四日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 这个以前的忌日的习惯 就是所属世的这一日 在这个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卦 为什么这个四日是武王华咒的卦呢 我们等到在解释这个折火格卦的时候 再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卦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是第二种情形 互有条件的颜亨利争 第三种情形是 颜亨利争当中 仅剩下三个字 叫做亨利争 没有语言这个字 也就是语言这个不见了 它叫亨利争 只有这三德 而不是四德 亨利争 根据它的泄漏顺序 根据它的字数 在里头包括六卦 包括什么卦呢 包括离卦 包括闲卦 包括闲卦 包括脆卦 包括队卦 包括幻卦 包括小卦卦 例如说离卦 离我离卦 力争亨 续聘牛吉 折三闲卦 亨利争取女吉 所以它有亨利争 都有这三个字 又如折地脆卦 亨王甲有妙 亨利争 利争大人亨 也就是它有这个亨 又有这个 又有这个 利争 这几个字 我们可以看到 用大生吉 利有有往 这个折 对折对卦 它都对折亨利争 风水换卦 换亨王甲有妙 王甲有妙 利涉大川利争 雷山小过卦 小过亨利争 可小事不可大事 三水门卦 亨 揮我求同盟 同盟求我 出事告 再三读 读者不及不告 利争 所以这几个卦当中 都缺少圆这个卦 都缺少圆这个卦 但是却有亨利争这三个字 但是这亨利争这三个字 它的行法不一样 有时候它把它分开一起 有时候它又把它合在一起写 所以我们可以看 这六卦三德当中的亨利争 它的行法不一样 所以这第三种情形 这第三种情形 就是言亨利争四德当中 只有亨利争这三德 这里头总有六卦 包括离贤、翠、患、对、患 还有小过 那第四种情形 是 言亨利争当中 仅有言亨利三德 我们刚刚跟各位分享一以后 亨利争三德 另外有一种情形 也是只有三德而已 但是它确实是言亨利 这三德 言亨利三德当中 只有一支卦 这一支卦叫三峰古卦 这个古我们常常讲 放古放古 这个三峰古卦 颜恨立设大船,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这个古卦看到这个字就觉得令人害怕 为什么古的意思是雪中之虫 人的血液当中有一种虫,这叫古 或者是肚中有虫 所以我们常常讲的一个人在西南地方有一种民族,同样放古 所以我们常常下古下毒的意思 所以在意见当中就有这么一个古卦 这个古卦叫三丰古 三丰古就说很简直的意思是 以鬼物饮食害人 也就是在食物当中放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来害人的这种方法 所以身为什么迷惑,所以我们常常古惑 都是用这个古 这代表败坏或者是破坏或者是腐败的意思 在《易经》当中的这个古字就有这个古卦 但这个古卦是讲说整次 也就是说代表事情来了 这事情会变坏 变坏怎么办呢?一定要想办法改变它 所以三丰古讲一个什么事情? 讲一个家道中弱的故事 讲一个家道中弱的故事 他说先假三日或假三日 就是先假三日或假三日什么意思呢? 就是逢假的这一天 无论是前三天或三天都是几日 也就是假日当中的往前数第三天 往后数第三天 往前数第三天 我们讲假以丙丁物己更新 从假日往前数三天就新日 假日之后往后数三天就丁日 也就是说在这个新日或丁日都是几日 所以他说前三日 前假三日或假三日 元亨立设大川 也就是说这个卦非常特别 他告诉你说 在哪一天要立设大川 而立设大川的过去 所以我们认得要下重要决定 因为中华夏民属在黄河平沿 所以要渡过黄河 这件事情 背识的是非常重要的决定 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他就说 必须在假日的前三日 或是假日的后三日 才能够做改变 也就是说这个山峰古挂 他有一种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要败坏的事情 要重现制作 你必须要怎样 你必须要前三天就要开始规划 规划好了 你可能要经过三天 才能够完成 也就是他代表事先规划 还有事中执行 以及事后检讨 这三个意味 所以代表呢 如果你努力的去做 也许能够解救 也就不会病毒高峰 所以呢 这个山峰古挂 是一个什么非常凶险的挂 非常凶险的挂 因为他代表古 用古这个字 山峰古用这个古 这个字 而这个呢 它有原亨立 这三个字 但是却没有真 却没有真 这第四种情形 第五种情形呢 只有两得 包括呢 原亨两个字 有的时候呢 包括只有原亨两个字 有时候只有立真两个字 有时候只有亨真两个字 也就它可能是原亨 也可能是立真 也可能是亨真 不一定 它总有七个卦 包括大有 大有卦呢 有原亨两个字 顶卦 顶卦 有原亨两个字 健卦 健卦 有立真两个字 大处夹 大处卦 有立真两个字 深卦 有原跟亨两个字 困卦 有亨跟真两个字 另外中扶卦 有立跟真两个字 这总有七卦 所以这个七卦里头有二德 这个二德当中 不是原亨就是立真 不是立真就是亨真 也就是它有三种情形 有原亨、立真 也有亨真 有这三种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的事情 有的是讲说 在世上言之 有在世上言之 这个呢 究竟是叫做原亨 究竟叫立真 还是叫做亨真 究竟是哪一种事情呢 它通常是讲在事情发生之上 或者是事情发生之后来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有二有两个字的 这个二德 包括大有 比如说 顶、剑、大处、身、困、中、虎 这样的卦象 大部分都是吉中带胸的卦 或者是胸中带吉的卦 或者是胸中带吉的卦 这是第五种情形 另外第六种情形 只有一个一德 只有一个字 例如说 门卦、尸卦、小处卦、铝卦、太卦、千卦 还有四合卦、喷卦、富卦、大卦卦、正卦、风卦、结卦、积极卦、位积卦 这总共有十五个卦 这十五个卦里头只有一德 而且这一德通常是用亨正字 通常是用亨正字 而且大部分都在世上言字或世后言字 也就是说 这代表这十五个卦 就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某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才会成就 某件事发生才会成就 例如说天则女卦 天则女卦 老虎不是人 亨 他出现亨这个字 亨这个字什么意思呢 他说吕四伟 他踩到老虎的尾巴 可是老虎却装作无视 这个人就能够亨通 本来你不小心踩到老虎尾巴 古代人老虎是凶恶的动物嘛 你踩到老虎尾巴 你跟下来半死 可是他说如果老虎回过头来看你不吃你的话 那就是代表亨 你好试近 所以他说 吕虎尾 吕是踩老虎的尾巴 不是人 老虎没有过来吃你 这代表什么亨 所以就字面上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人踩到老虎尾巴 老虎回过头来看他一下 并没有吃他 就表示这个人必然亨通 所以呢 通常这个有 通常有一得的 大部分都是呢 凶中带极 但是这凶中带极呢 通常是用亨这个字 也就是因为发生某一件事情 这个坏事变成好事 所以这总共有十五个卦 那第七种情形呢 就是跟某件事情相连 成就亨亨利争之得的 这个卦就非常多了 跟某事相连就成就亨亨利争 又说虚卦 虚卦他说 有辅亨亨真吉 顿卦他说亨小利争 吕卦他说 吕小亨 这个吕卦真吉 笔卦他说 原氏原永真无救 笔卦他说 笔之匪人不利君子真 同仁卦他说 同仁余也亨坑卦 他说有辅为心亨 笔卦他说 无救可真 所以呢 这一头我们可以看到 这五卦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易经》里头亨亨利争 它出现的几率非常非常多 在六四卦当中 五四三卦都不断的出现 不断出现的时候 它有些是有条件的成就 有些是没有条件的成就 有些是因为某件事情成就 有些事情是因为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才出现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易经》里头 有时候出现一个 这一卦里头只出现一个字 有时候出现两个字 有时候出现三个字 有时候四个字都出现 但四个字都出现 有时候是有条件 完全没有条件的《易经》里争 就只有前卦 可见我们可以看到 在《远亨利争》这四个字当中 如果说哪一个字出现最多次 可能是《利》这个字 例如说《利剑侯》《利剑大人》《利争》《军律证》 所以《远亨利争》 如果你问中批 这四个字当中哪一个字出现最多 我会跟你讲说《利》这个字 但是我们知道 在写《易经》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 在《易经》撰写的过程当中 《易经》撰写的过程当中 《利》它是讲《易之合》 跟后来慢慢把《利》 把《易》除掉的《利》 这个就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在读《易经》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易经》在撰写背景过程当中 为什么它特别把《利》写进去呢? 因为它说《利》者《易之合》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在《易经》当中所写的《利》 跟现在我们所讲的《利》 其实意思不大一样 这个《利》呢 是代表 含有《易》 人利的《利》 如果没有含有《易》的《易》呢? 《易经》把它叫什么? 叫《害》 所以《利害》《利害》 《利》原来是好的 《害》原来是坏的 但是我们现在《利害》《利害》 却 已经失去原来的意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部的《易经》当中 《利害》可以说是无所不在 非常特别的是 前卦就只有刚刚见经 《利害》没有多一个字 没有少一个字 没有负任的条件 也没有负任的成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有人认为 《利害》是前卦独有的事的 那就不是太正确 为什么呢? 因为《坤卦》也有这事的 《坤卦》也有这事的 《零卦》也有这事的 《零卦》也有这事的 《无望卦》也有这事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圆莲勒》並不完全是前卦四 number 四者 每一个卦大概或多或少都有延恒立正 这四德当中一德 我们在真正写出来只有五十三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易经的无所不在的延恒立正 易经无所不在的延恒立正 那也有一种说法 因为易经在商朝时代叫归藏义 或者是在周朝初期的时候 这个易经最大功能可能是作为补卦之用 补士之用 不是这样他来作为预测吉凶之用 后来孔子或者是周公或者周文王 他希望作为补卦之用好像太过狭隘 所以他希望能够变成人的准则 所以才有十亿的出现 因为有十亿的出现 使得易经就脱离了补士的范围 变成中国人为人处事 是非常重要的一盆准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春秋时代孔子在研究易经的时候 他就不再把易经当成一个占卜出击 在孔子之前或许把易经当成占卜出击 但孔子之后呢 易经就不再是占卜出击 而是他想从易经当中 既完卫出可以引导人生的道理和哲理 把易经占卜的所得 把它变成为引导人生智慧的道路 所以这时候就不得不从占卜的行为 还有力词上这种解释 所以从周易出现一直到孔子 这中间经过好几百年 然后又到了现在 整个易经出现已经超过了四千年的时间 在这四千年当中 不断有人加以补充 不断有人加以论事 这些中间又加入了非常多 阴阳五行各式各种概念 使易经变成了中国所有经之王 所有经之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原者善之常 亨者家之慧 利者益之和 真者士之干 这四句话 在易经十亿文言出现之前 就已经出现过了 就已经出现过了 他走传鲁香公九年记者的一位女子 这个女子叫穆姜 穆姜她说 穆姜她说 她就讲了这四句话 她就讲了这四句话 而且她补了一个卦 而且补了一个卦 这个叫随之八 所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后来呢 也有可能在孔子 因为孔子自己说 素好不错 所以一般人相信 十亿的某些文字 可能在孔子前已经出现过 只会是孔子把它加以统一而已 把它统一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圆恒力争 这是非常特别 是这连子维朵数 也把子维朵数强调所谓的路权科技 我们在左图里就看到路权科技 这个路权科技 它其实就圆恒力争的意思 只不过它把圆恒力争 转化成路权科技 在子维朵数当中加以引用 所以圆恒力争 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四个字 非常特别的四个字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一经无所不在的圆恒力争 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告个段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后会有期